盛主播現在記者持續守候在東港的安泰醫院 目前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相當多的警察 還有消防人員目前還在醫院當中 因為主要起火點是在二樓 現在溫度還很高 而且現在有一個比較緊急的狀況是 有一名員工還失聯 而他的工作地點就在起火點的附近 所以要等火場降溫之後 要趕快進去搜索 看有沒有員工的下落 而剛剛最新消息不幸的是 本來一度是傳出是有幾名病患 歐卡現在人數是已經攀升到了八位 根據院方的表示 這八位死亡的病患 他們都是一些行動不便的長者 年紀大概是60歲到80歲之間 而他們有些是從安養中心送來 可能因為感染的關係 平常本來就行動不便了 所以當火災發生的時候 他也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來逃生 而這次這個火災的意外 這個院方剛剛提供的最新數據是 這個住院人數是有324個人 目前為止是找到了聯絡上了323位 這個病患的名單 但是其中有一個病患 目前是還在聯絡當中 這個院方表示不知道這個病患 他是自行返家或自行轉院 現在都還在聯絡當中 所以現在主要是有一名病患 和一名員工 目前都還在尋找當中 而現在大家外界最關心的是八名死亡的病患 在稍早的時候這個榮雲院長舒清泉 他也有出面道歉 認為說這一次因為這個設備的起火燃燒 導致八個人死亡 他會負起最大的這個善後責任 後續也要請這個檢方來調查整起這個火災意外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情況 這個火災意外